第七号 赵总 哈喽 哈喽小时 赵总 赵总 你跟着我吗 我 我真的一大早就起来了 但是机场离我家实在是太远了 我走了足足三个小时才知道的 我没有迟到 你是不是有生气吧 这就是机场了吗 人好多呀 我第一次来机场的周总 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太 太 太紧张了 走了 周总 咱们这是公派出差吧 那是不是机票可以报销的呀 那如果机票不能报销的话 你可以跟我讲 我做大派也可以吃得 能省不少钱的 算钱是不是 爷 好 小时 拜拜 女士 请出示下您的跟机牌 我们 抱歉 女士 这里是规避休息室 如果你需要使用的话 单次服务费是六百元 需要帮您办理吗 六百 没的 不用了 谢谢 我快去 终于清醒了 喂 是我 什么 周总 周总 你可送来了 你赶紧跟他们解释一下 你认识家属是吧 旅客湿花花不顾劝阻 执意要携带麻绳一根 皮鞭一条 一副皮手套 一条酒鞭鞭 还有蜡蜡 这药这是 这是 是 这是补药 不要了 那怎么行 这些可都是我为你特意准备的 这 你给我干什么 我也不需要 你怎么不需要啊 你的气血双食肢症 刚有一点改善 顾本培缘可是长久之计 所以这个药更不能挑 我 我不是 没事 没事 都懂不懂 酒鞭鞭属于管制类物品 不能携带上飞机 也不能通月 这其他的物品 飞机 不行 是我活你 还先丢成丢成不可动吗 我还不是问的你好 是我活你 好了 好了 如果执意要携带的话呢 机场可以提供邮寄服 你们去办理一下 好 走 周总 你 你又生气了 对不起嘛 我这不是第一次没经验 我下次就知道了 没有下次了 我还想着下次我会提前 把给你准备的法宝自动 法宝 对啊 你说你这身姜肉贵的 万一爬山的话 皮手到底有油门上 还有绳子也是野外必备啊 合着我应该谢谢你了 不用 这是我的工作 都是我应该做的 离我远一点 可是照顾你 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啊 你信不信我把你的航班举下掉 那你也不去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周总 我们是真的不去了吗 你会远一点 周总 你别跟着我 痛了 痛了 你确定你联系的是当地的官方代表啊 是啊 他们对于这次投资考察的态度非常惊急 跟我一直承诺派出的是最高级别的接待 怎么了 好 多有意思啊 周知北 迎边 周总 快来门 快来门 周总 请 来来来 小心啊 陆华 小心 小心啊 周总 你坐 你坐 我给你凑好了 周总 你还没坐过呢吧 周总 你还害怕 周总 你晕圈啊 还好我照顾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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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动 怎么样 太差了吧 太差了吧 这什么东西 太差了 我怎么会这么难受啊 吃饱好很多 还有多远到 这里三十里滴了 还有这么远 太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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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差了吧